各位同學 大家好 好 這個四族應該不陌生吧 今年就是大家最瘋狂 最盛行的一個球賽 所以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四族 20屆在巴西 在巴西應該都知道 所以呢 32支球隊 64場比賽 那我們呢 以此為發想 一定要辦一個熱 就是大家一起普天同慶的一個活動 所以我們因此呢 決定辦在最熱鬧的地方 就是哪邊 夜店 那我們呢 一起封四族在夜店看球賽 一起舉杯歡樂 這是我們就是要傳遞一個就是四族樂 然後SOHA 一個宣傳的指標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只有舉辦一個場次 18歲以下不可以進來 因為呢 他辦在7月14號 就是冠軍四族賽 誰對誰 阿根廷 對 對德國 有喔 有在關注 所以在3點呢 開始 是我們的活動時間 我們的視覺一個規劃呢 就是一定要有球嘛 火熱的球 就一定要配上火的 火來搭配 這是我們自己 自己覺得 那配合兩個人 兩個運動人 當然是要有那個運動action的裡面 砸大金只有一個晚上 一定要放一個特別大的看板 夠大 花大錢 就是複習重金 這是我們的一個入場 一進來也會看到我們這個主看板 那在夜店裡面呢 一個遙遠的舞台 live show 現場 大家一起拍 做為的那個一個數位看板 為了怕大家就是 主看板就是看膩了 所以我們有設計另外一個單一的一個形象人物 雖然我們不是用梅西 但是他也是一個四族的代表 球員 我們的邀請函 因為我們想要做 就是用球 來做一個就是整體的一個概念 所以我們就是 他的正面是這樣 背面就是一個球型 那這是我們一個頭套 限量250分 前250位才有的喔 再來可以看到 嗯 四族我樂要搭配什麼 tattoo 就是我們的那個 那個貼紙 紋身的貼紙 你要紋哪裡就紋哪裡 脖子或額頭 或是臉 兩位姑娘就紋在臉上 好 球Tina請就往哪裡走好嗎 就是這個這個 看板的指示牌的意義 不會有人往球後面走吧 那大家都走對方向就一起拍吧 謝謝大家 謝謝